各位观众大家马上好 欢迎收看再次回到黄达时间 今天是2020年2月16日 那我们两天前第一次开播 第一集谈到这个冠状疫情的非常时期 什么是应该必须什么是应该可以继续投资 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谈到这个 有什么样的投资记忆可以继续关注跟加注 那首先我们先说到这个 面对这个冠状肺炎疫情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恐慌 那么最重要就是要保持个人卫生 减少一般我们说社交的活动 那么尽量就是趁这个时候 如果在家里呃呃呆着的时候嘛 就是尽量上网学习 以及就是在家里就是跟进市场的这个行情 这个波动 呃想起这个2003年的时候 这个SARS病状的时候 其实在那个时候也就是 所有的e-commerce我们所说的这个 呃 这个网线销售服务 或者是我们说电子商务啊 是最快发展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 所以今年我们也觉得说 从2020年呃既然有了这个 这个冠状病毒这个疫情的危机啊 下来一年 今年到明年我们说这个呃呃 现在业务应该也是也就是会呃 将会推出一个新的投资措施 那这什么呢 那也就是说呃 美国政府将会容许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散户都进入市场去呃 那么除了投资或者是长期呃 持握美国股票的话 也可以得到一定税务的回扣 或者税务的这个呃 呃我们说就是减少这个还这个税务的这个 这个层次或者是他的这个费用啊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觉得说 这个哈是一个非常值得考量跟探讨的问题 但是今天我们也就点到就过了哈 为什么呢 我们说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 呃这个 这个道琼斯指数 当时嘛 我记得就是从大概是 接近是一万七千点左右 哈 就是一直往上升 那么过去这四年呢 也就升到了这个两万九千多 接近三万点 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先了解到 过去这四年 那么大笔钱投资进入这个呃 美国股市的是什么单位 第一我们说当然就是说呃 政府机构 那么第二就是大的 基金团体啊 我们或者就是说 呃 量股金之内 或者是大企业 大投资家 绝对不是散顾 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格局啊 到了接近三万点 我在第一集的时候 呃 也提到今年肯定会冲破三万点 美国 甚至我看到高点将会去到三万三千点 才会回撤 它是一个整个就是起起落落 下来就是还有十个月的时间 嗯 我们要了解就是说 在底部买上来的都是大投资家 那么现在 我们主要说 我我在第一集也提到了 就是说特朗普总统是一个一定要赢的人 一定要赢 所以一定要赢的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 除了呃 强力减息 强力推动美国股市 最后就是说出了这一招 这一招是什么呢 我们叫做培养 韭菜的生长 呃 那么一直到了年底 把这个美国股市推高了之后啊 那么 总统能不能够选择到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 过了今年年底到明年的时候 我之前在DG也说了 美国股市肯定有个大回撤 那么这些股民啊 也就是说 呃 将会被推到山顶 坐在 我们叫做 坐在山顶 吹凉风 这个也是我一直常用的一些 一些词语 所以说 今年投资美国市场 其实一般上它还是 呃 可以的 但是就是说到了后期 年底到明年 就必须还要谨慎 好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 先谈一下 美国那边的一些新的 呃 这些新闻文告 行情 来继续说 第二点 说回新加坡这边 新加坡我们也面对这个 所谓这个疫情的扩散 那么过去短短一个月 新加坡其实很多这些零售市场 或者是门面胜利也受到很大的打击 那么被打击的那个 呃 呃 那么下来的话新加坡或许下来这几个月或者是甚至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我们都会觉得说呃 还是会面对很大的压力 所以还是觉得说我们的政府是非常好 为什么呢 在昨天 我们说这个新加坡本地的报章就出了一个呃 这个报导啊就是说新加坡这些所谓的商家小贩生意啊那么组成起来叫做商联会 那么提了四个建议给本地政府 那是什么四个建议呢 第一就是说减少房地产 那个税租金 那么第二就是说推出短期的借贷帮助这些中小企业的老板渡过难关 那么第三减少外国劳工税 因为在其实很多做餐饮或者做小生意啊 呃 比如说洗碗打杂这些其实很多都是外国劳工 所以减少这个外国劳工税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那么最后就是说推出员工薪金补贴的计划 那么呃 目前在新加坡的整个这个劳工市场啊 一般的现在的做法都是把员工分配成A组跟B组 那么上班时间都是隔天隔天 比如说135或者是246之类 那这个就是昨天我们说呃报章所发表的呃一些这个呃剪辑 那么我们新加坡财政部也很快就是在今期会发表今年的财政预算 也希望说这些呃很好的金领政府能够采纳 那么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中小企业能够度过难关 好现在进入正题 我们中国人啊有句话说呃 相争则不足 那么相分则有余 这个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为什么呢 昨天我就跟了一个年轻人啊就是呃 下午喝了个茶星期六 他就跟我说啊 华老师啊我这个投资了四五年啊到最后都是亏本啊 我说你投资什么啊 他说都是买股票之类的 我说有赚过钱吗 那么你是怎么投资 他说有啊曾经也赚了好几十万都是很不错 那为什么呢 我说你会挥钱 我说你是怎么做 那么他的那个方式就是说 我们叫做孤正一致哈 什么是孤正一致 就是说找到好的股票 就是一手 就是买完它 那么也赚过一笔钱 再买第二手也赚过一笔钱 那么他说曾经他所学习过 教导他的老师他的朋友这样做 哇也是赚了很多钱 所以他也跟着那么做 那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在我的这个投资原则里面 这个是可以说是行不通的 为什么呢 除非你在赚到很多钱很成功的时候 你就马上退赢江湖 不干把钱收起来 那完全那个钱你就是赢家 但是一般上我们说孤正一致哈 就是让你赢了九次 就害怕你那一次 最后那一次 就赌不过了 所以我们说在投资的这个原理方面 这个原则上还是 不是很理想 也就是不明知把钱全部投在一个篮子里面 我们英文常说就是 我个人或者是我教导的学生 我们都喜欢说在不同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情况 我们来找几样比较就是说有潜能能够伸展的一些股质 那么好好把你们的钱财给支配 这个叫做我们叫做margin distribution 或者我们叫做fund distribution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就把你的资金分在三四五六个股票市场 不同类我们说不同种类也就是不同股 一般上如果说你做得好的话全部四五只股一起涨 那你肯定还是挣钱 当然我们说参差不去 有些涨得快 有些涨得慢 但是如果记者说你有两支五只股里面有两支是不挣钱 那么平均来说其实你还是能够有盈利的 除非说在非常时期你投资的五只股全部都开始下跌 或者是走负面 那你就必须再检讨你所选择如何去投资这个股质的方式 还有你的一些基本上的一些筛选的一些方式 一些方程是做的对不对 那个还是必须要考量 所以说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我们上一集说的 就是在现在疫情之下 今年我们说大方向还是投资什么 那么我在第一集我也提到了 就是说今年疫情方面 还是会推出5G 5G就是它是一个科技 一个网络科技 那么让更多人散户或者是集团或者是企业 更有效更好的 就是能够在室内甚至在家里 不同的那个地区或者是不同的点都能够让整个业务运作起来 我们叫做remote locality或者是remote function 所以我们还是说如果要的话 因为有5G的关系 那么我们还是比较注重在筛选就是生产semiconductor 也就是半导体晶片的生产商 好的公司就是以这个过去几年都有平均一直不停增长的那个盈利收入 那么也是要有非常低的那个所谓公司的债务才能够平均增长 好的来我们看看 第一个我们就是要介绍的话 但是我还是得说明嘛 就是说这个我们不是在推荐 不是推荐 也不是就是慫恿你们去做任何的投资 一般上的话 我们只能够说我还是要做个免责声明 就是说我们给一些意见给大家一起去参考 那么给了你们这些参考意见的话 你们还是必须要自己做一些homework 我们说就是功课 去了解这家公司的背景 那么看看能不能够做中短期的投资到这个一年的期限 来第一个我们看看这个香港的这个挂牌上市公司 叫做Pentamaster 它的代号是1665 你们看一下1665 基本上这是一家马来西亚公司 都是在做半导体晶片之类 也有跟5G科技有一些牵连 公司在1995年成立 那么去年2018年年头才在香港上市 这家公司是一个非常值得考量 非常值得去关注 要不要投资 要不要投资纯粹是属于你们自己去拿捏去决定 但是我觉得说跟你们分享之后 还是让你们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就说去年吧 去年2019年从最低点 大概是在港币 港币大概就是八毛钱吧 八毛一八毛二 全年增长长到最高是两块四毛啊 港币 也就是说增长了有三倍的空间 这个是值得你们去探索的一个股质 那么现在回升到大概是一块八毛多 你们可以去看看 那么第二个我们说 还是说港股 港股就是 一般上5G 我们说如果说5G全年到很大的 很大的不同的领域 如果说5G 牵涉到autonomous driving 就是无人驾驶 那么肯定 BYD 我们叫做电子国际 就是electronics International 它的单号是0285 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基本上我对BYD 就是非常有兴趣 那他们也是中国国内最早 就是造电子车的一家科技公司 那么这个0285 就是属于BYD旗下的 BYD旗下就是 做这个 我们叫做这个 干电池 OK 做这个动力工具的 一个一家公司 来 它的配件就是来 来 推动这个电子车 还有无人驾驶 OK 0285 那么第三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回到美国这边 美国 纳斯达克 纳斯特 有一家公司 它的那个背景嘛 其实是以色列的一些 专才 我们叫做专才 那么这家公司 名字叫Camtek 你们听清楚叫Camtek C-A-M-T-E-K 那么这家公司 其实它还是一个很新的公司 因为为什么呢 基本上我们说 如果今天看美国上市公司 其实它有好多好多 好多 好多 Semiconductor 已经是做得非常好 去年也增长 最少都是两倍到三倍的股价 Camtek 是刚进厂 但是它是100% 不付任何的债务 无债公司也做得非常好 那么主要就是 设计这个半导体晶片 还有软件 攻击这个 最新这个AI 能工智能 还有这个5G科技 所以Camtek现在的那个股价 我觉得就是说 非常非常值得大家 就是仔细去 看一下 看一下也去关注一下 当我看看这个 Camtek能不能够找到 它的那个股资 它是NASDAQ 大概是在 美元12块钱 85毛一股 那么去年2019年 从最低那里升上去 大概就是 6块8 6块8 涨到最高大概14块钱 非常值得考量 都是好股 都是好股 那么再来一个 我们就是提到 是一家淘宝公司 也是 就是支持好多 这个5G手机公司 或者5G科技公司 去开发这个5G科技的一家公司 叫做 台湾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SM 我们叫俗称 就是台湾半导体 晶片出厂商 那么这家公司 是在美国 NYSE 美国 这个 股票交易所上市 这个也是非常值得 你们去关注的 其实你们上网的话 就是找这几家股 其实都能够找得到 好了 那么介绍了你们四个 半导体晶片出厂商的这个股 最后一个让你们大家 再去看一下 好吗 要的话 你们就是 看过了这个视频 就是谢谢大家 马上在下方点击 可以like 那么subscribe 还有订阅我们 最后一家公司 是香港上市公司 这家公司叫做 干风 干风 李业 这个不是半导体 但是它是做 我们叫Lithium 也就是说 它的那个 做干电池里面的 那个原生素 那天第一集 我们有提到了 那么 这一家公司 总公司 实际是在 这个江西 干州 在深圳 有上市 这个A股 它的代号是 00246 如果我没记错 00246 在香港上市的话 这一般我们都可以 采购 或者去 多加关注这个股 那么香港的这个代号 叫1772 1772 这个干风 干风最近 其实已经 涨了 不少 涨了不少 我看看 1772 涨了不少 去年 2019年 从2019年的话 从最低点是 港币一股 8块钱 涨到 哇 我的天啊 38块 8块涨到38 那么 现在开始要 做些小回撤 但是中长期 干风 干风 离业 都是 值得 真的是值得 去 关注 为什么呢 主要我们说 华为要在中国 今年推出5G 这个干风 离业 它就是一个主要的 一个 一个 important player 那么 这个离业 已经进入了 一个新的黄金 时代 为什么 主要 它是一个 我们叫做 动力的原生素 动力的原生素 energy driver 所以这个我觉得 大家都是可以 继续跟进 向 这一方面 多加去学习 那么当然也就是说 不要 不要忘了 就是一直跟踪我们 下来黄桃时间 会有更好的 一些市场贴士 最好的一些 我们说 比较 少人知道的一些 独家消息 跟你们继续的分享 好了 那么 来到今天 最后一部分 就是 我们还是说 这个冠状疫情 不停的增打 现在从新加坡 甚至到邻国 好多国家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病情 那么 我们还是说 在这里 仅代表 所有 不管是观众 我个人 或者是我们的团队 我们还是要向 最伟大的 这些义务人员 这些他们 就是 不知心服的 进行他们的天资 向他们致敬 致敬 那么 所有的义务人员 或者是 这些 都是服务病人的 这些所谓的 专业 人员 我觉得我们还是 多多关心他们 如果是有任何人的家人 是在 这个行业里面服务的 请多多支持他们 好了 今天 2020年2月16号 荒大时间 到此 告个段落 那么如果 你看到下方 有一个小红 这个小红点 这个小红示范点 就是 subscribe to us 或者是订阅 那么你就赶快 跟踪我们 下一期 我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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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